《怪談之》真太曼 《猜猜來》 泰國人晚客會在公路開車 明明見到前面有事故發生 但很多人都不會停車下來看清楚 而是繼續向前走 有些好心的就用手機打電話報警 他們這樣做不是因為大家所說的冷血冷亡 而是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很多恐怕的原因 令到他們不敢停下來看清楚 在一個晚上 月亮好像很早就躲起來了 只有滿天的烏雲 兩個人下班 他們出席了朋友的宴會 浪柏和他太太碧雅 就開著他們的車在一條公路上奔馳 當時已經是夜深了 公路上面很少車 平時都很小心謹慎的浪柏 也都一直保持著安全駕駛的速度 雖然前面沒有車 但是他也不會超過時速七十公里 而相反 他太太碧雅是一個很心急的人 馬上在那裡吵架 哎呀,你幹什麼 你開快點了 我回家很辛苦 你這個人整天都慢吞吞 地球轉快點會死嗎 哎呀,你看看 我走路都比你快 撈廢了我的青春 你沒有用的 我交給你這麼久 你都整天都慢吞吞 是,碧雅就在那裡猛吞 但是呢,朗柏就好像聽慣 她的老婆在那裡咦咦咦咦咦 沒有開快到 反而就越開越慢 碧雅見到她老公 只是開到時速五十公里 是,她的心很生氣 還猛地叫她開快點開快點 而當阿柏,駕駛 去到一個山間轉角位的時候 哎呀,在營頭一部跑車 正在很高速度衝過來 而且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那部跑車突然間失控 完全越來越線 差點就撞到他們兩公婆那部車 是,朗柏好彩眼明手快 用盡力這樣一扭軚 並且馬上踩實煞車 哪怕還記得 之前有一個玩飛車的朋友 曾經教他的煞車秘技 就是不要一下子把煞車踩到底 而是好像打氣一樣 連續地快踩這樣煞車才是最有效的 不知道是因為當時他們的時速並不是很高 還是因為用了他朋友教他這一招的煞車秘技 那部車很快就停下了 幸好,晚客車很少 這個時候呢,並沒有其他車跟著 如果不是,一定會追尾 阿柏的心裡想 很幸運,很幸運 很想我開慢一點 沒事,沒事,大波纜過 大波纜過,大波纜過 阿柏將一部車急急地撒在路邊停車位 兩公婆這個時候 已經被嚇到一身冷汗 但是,都未到他們回過神 突然間聽到後邊一聲巨響 砰的一聲 似乎是那部失陰的跑車 撞到山道發出來的 兩個人當時驚雲都未定 一時之間,都不敢下車去看看 只是用倒後鏡,看看後邊的情況 只見後邊轉彎位 這個時候很大的龍煙飆得起來 情況看起來相當嚴重 看清楚之後 阿柏這個時候反而鎮定了下來 他不知是在那裡問他老婆 還是在那裡問自己 要不需要救護車呢? 要不需要救護車呢? 而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打扮得很嚴厲的女人 出現了,在車外邊 一直很大力地拍著阿柏座位的窗 一直在那裡叫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我發生了交通意外 救命,我受傷了我 開車,開車窗 這個女人的突然出現 將她們兩人往下一條 哪怕這個時候,定一定神 立刻就打開車門,下車去看清楚 這個女人,身高至少超過六呎 完全是那種超級魔導的身材 變了一個很大的爆炸頭 煙紅色的眼影,紅順烈焰 而嘴角呢,還掛著一個純環 身上,穿著一件白色小背心 身材,看得出很好 一件牛仔外衣,就跌了一半下來 露出一邊肩膀 下身,穿著一條迷你牛仔短裙 隱隱約約感,還看到一些紅色 大家不要想錯旁邊 而是因為她的腳球先 可能在意外當中整損了 這個時候,在流血 哪怕看到這個女仔 忍不住,滑一聲吞了一口口水 很關心地問 小姐,你是不是整損了? 你沒事吧? 你讓我看看 我沒什麼事 我...我...好像有個凍了... 很凍啊... 怪談之真太 pedal 猜猜来 上集讲到 泰国人晚刻会在公路开车 明明看到前面有事故发生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停下车来看清楚 而是继续向前行 有些好心的就用手机打电话报警 他们这么做 不是因为大家所说的冷血冷漠 而是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很多可怕的原因 令到他们不敢停下看清楚 哎呦 你干嘛是真的开快点了 我回家多好辛苦 不要啊 哎呦你这个人啊 常常都慢吞吞那样啊 那个地球转快点会死吧 现在 阿柏把车急急地杀在路边停车位 两夫妻这个时候 已经被客户整身冷汗了 但是都没到他们回过神 突然间听到后边一声巨响 砰的一声 似乎是那部失敏的跑车 撞到山道发出来的 要不需要他救护车呢 要不需要他救护车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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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生了交通意外 救命 我受了水啊 我开车 我开车 小姐 你是不是整理了 你没事吧 你等我给我看一下 我没什么事啊 我只有一屋冻 我冻了 我冻了 哪怕呢 见到这个女孩 全身上上下下 除了脚挂了一点之外 都没什么外伤 也都不见她很痛苦的样子 心想 可能她只是受到一些惊吓 即刻就问她 在车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人啊 那样 而那个女孩 指一指出事的方向 就没说话 兼且就跑回头 这个时候 阿柏的老婆 碧雅也都下车 哎呀 老公啊 我好害怕啊 你快点报警啊 你不要再看了 我们走吧 阿柏这个时候 瞄了他老婆一眼 哈哈 冷笑了两声 不理他老婆 就跟着那个女孩的方向 跑了过去 那 他跑了大概两百多米 转过了 那个死亡弯位 立刻就见到 刚才那部商人座的跑车 撞在路边那条灯柱里 哗 已经变成两堆废铁 恐怕是 刚才撞在那里的车速 和冲力太猛 那条电灯柱 好像把刀一样 在车前后 一路撤进车里面 而且呢 稍微向副駕駛的位置倾斜 简直将整部车 好像对半那样撤开 而当时车身 应该是继续向前冲的 撞在山边 而那个女人 站在车边 呆呆地站在那里 没有任何动作 哎呀 阿柏这个时候 心觉得有点不妙 立即跑到那女人 那他老婆逼我 这个时候已经打电话 报警 跟着他老公跑了过来 跑到失事的车里 这个时候的情景 只见到那部车里面的司机 整身走气 也都整身都是血 双脚呢 完全陷入了车头里面 已经没了知觉 但是 不知道是生 还是死 是 不过看起身 救回都真的浪费了 而司机旁边 竟然 还有另外一个乘客 而他 上半边的头 已经被灯柱撞爆了 在他嘴上的部位 全部都看不清 一片血肉霸 阿柏这个时候 惊魂未定地转转头 望一望身边的女孩 刚刚想问他 车上边 为什么还有两个人 而他又是 怎么样脱险的 但是 他都未闻出声 只见 那个女人 整个面 铁青的色 望着车里面 在他自言自语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坐一部车 我坐在那里 我老公 我老公 我老公怎么了 我的头 我的头 不见了 我的头 我的头 阿柏听到他这么说 吓着一跳 即是转转头 望一望车上边的女人 竟然发现 那个女人的嘴唇上边 还挂着一个 血的唇幻 这个时候 阿雅已经赶到 她老公身边 两个人 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穿得很漂亮的女人 在她们眼前面 慢慢消失 那个女人 一路望着她们 一路消失 阿雅即时 吓得当场云霜 而阿塔 跌得在地上 大声哭 直到警察 来到现场 她才冷静地来 原来 人在太突然的情况下死了 会连自己都不知道 就好像 有些被人斩首的人 当头 飞来身体的时候 还会见到自己的身体 还未知到自己 原来下一秒即将就会死 而对死者来说 这种 可以说是最残忍的一刻 话又说回头 从此 阿柏开车 阿雅坐在旁边 都会很紧张地跟她老公说 猜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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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猜猜来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即是叫你 慢点 慢点 再慢点